由PGA台湾锦标赛进入倒数第二天 今天18栋战况紧张 最后分别由韩国逊手朴仁飞以第一名保值夹击 挪威的苏珊与曾亚尼分裂2、3名 前3名的总干数都只有两干之差 明天的战况让大家相当期待 今天一早下了几点小雨 气象预报说要变天 但曾亚尼喜欢的风儿还是没有来帮忙 纵观今天的赛事Eagle、Birdie满天飞 昨天并列的前3名都有冲上第一的成绩 到底讲落谁家真叫人猜不着 曾亚尼一进场守候许久的球迷 马上给予热情的欢呼 妮妮站定后深深的呼了口气 露出招牌笑容准备应战 今天一直到13栋 曾亚尼都表现稳定 挥出一只Eagle、四只Birdie 没有Brogie 目前成绩依旧排名第三 风虽然只有一点点 但是它也是在变化 那我可能自己太想要打好 太求好心切 然后所以后面就有几个 在决定上我觉得有点小巧的失误 今天应该会是很好玩的一组 因为其实我也蛮久没有跟苏珊同组 LPGA台湾锦标赛 周日将进入最后的成败关键 目前前三名的总干数 都只有两干之差 最后一天的赛事将非常紧张 观众也秉息以待 曾亚尼对自己很有信心 加上台湾球迷的祝福 期待她能够未免后冠成功 再一次为台湾争光 加油加油加油 新唐亚太电视胡书霞张连杰 吴美荣 台湾桃园报导 新唐亚太电视胡书霞张连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里非诚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